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2月8日 今天是水澳大市下跌的原因 大家都會說是因為美國制裁 十多名中港官員 因此就單單水澳下跌 當然也有指數公司 他們把原本入了指數成份股名單中剔除 在這裏我們分開兩件事來看 第一 你制裁國內的官員和香港的官員 對港股的影響 我們看到港股之後還升 為何昨天說制裁了官員 誰會下跌呢 國內的官員下跌呢 這真是很簡單 為何人們不承認一件事 你根本沒有基礎升那麼多 你就要下跌 就不要賴天賴地 又賴有隻烏鷹 在這裏 中國和美國的爭執 將會持久不斷 那麼香港的股票 中國股票 應該升還是跌呢 其實 每個地方的股價升升跌跌 是在於 一 當地的金融環境 是否可以有利的 這些資本財的上升 第二 是否會出現一些 最重要的是 你自己公司的盈利 是可以好 如果你的公司的盈利 是好的 那你就可以升了 我們來看看 有些是指數基金公司 明成、富士等等 他們將這個 是 這個拾出一些 中國的之前 他們選入去的 一些的指數成分股 這樣就剔出了很多隻 如果大家細心去看看 所有這些基建股 其實是有戰略意義的 一帶一路 它意思是 不讓你再走 就搞一帶一路 很簡單 中國就弄一間 叫做石甩摩基建公司 我希望它用這個 我不收它版權費 是不是 新的 那就搞定 將個中通建 就改成叫做中建通 其實 都可以去用很多東西 改頭換面等等 來做 其實它的含囊 只要制裁著中國 建一帶一路 以及建這裏的發展 有兩件事它不敢做 一個是中移動 一個是中石油 不是 這個是中海油 很明顯這兩件事 你說不是軍方 批我頭 原本根本是 所有的石油工業體系 都是及歸田的軍方 中石油製造了 為何你現在這些指數成分股 你又不會 即成分公司 不去剔這兩件事出來 第一 這些所有指數成分股公司 都是為它的老闆 就是那些基金公司 大的投資者 不是小投資者 服務 中移動 你那些美國人拿著26% 那你就沽了它 一沽之下 所有人都可以 那些人會否拿這麼多中東劍 拿什麼中港劍 拿不拿那些 沒有啊 所以簡單的時之中 那麼簡單 就扔一粒芝麻 就不敢扔西瓜 還有一件事 你剔出了中移動 喂 喂 中移動每日賺3億的阿哥 他不是賺你美國人的錢 是賺中國人的錢 你剔早出來時 你找一間美國公司 可以一日賺3億 給我看 你沒有啊 那你以後那些退休人士吃什麼 美國的 我說 所以我們是十分歡迎 明成和富士指數 將中移動剔它出來 一剔它出來之後 第一件事 翻鬼佬不去投資 我想只是美國 不去投資這個中移動 是不是對於中國人 不打這個中移動的電話 不是啊 那26%你們持股的東西 不然我們一散仔接它 我們接得起的 為什麼接不起呢 問題就是你升到上去80元 我買不起而已 跌到來41元的話 我買不買 我買了 如果派息又這麼好 又穩定 又穩賺沒有賠 所以他們不夠膽 將這些 和它撤身利益有關係的東西 是套上去 中海油是怎樣 喂 它沒有在你這個美國 投資葉岩油嗎 沒有買你美國的油嗎 你就砍掉它 你看 中交建就沒有了 真是 水泥都不是用你 美國 你美國有什麼水泥呢 如果它不買你石油的話 那你怎樣 美國石油找誰買 現在全世界最慘的是 石油過多沒有買家 而最大的買家就是中國 所以 如果只要當真真正正 到到連這些指數基金 都不金錢掛稅 是要剔出中移動 和中海油的 這樣就真真正正 有些問題了 問題在於什麼 政治掛稅不金錢掛稅 在這個我們現在 還是一個炒股佬來說 是很難看的 因為 我慘得過我要政治因素 我是可以賠本的 這樣就真正正正 就沒得玩了 因為股票市場 是一個金融市場 是要看錢掛稅的 所以大家看看 有得賺的就炒 沒有得賺的就走 就是這麼簡單 好了 恆生指數期貨12月 周線圖上面 開始我已經是說 會確認了恆生指數 進入一個下跌浪 目標始終還是去看 這個260以至250 這個很簡單 你看得到 跌下來了 因為是九首必失 那是連續兩天再跌 明天再跌的話 就不要告訴我 又不知道特朗普發什麼瘋 你要做 有朋友問 吉利汽車和比亞迪 哪一隻好 其實我自己的看法 吉利汽車和比亞迪 是大家兩個不同的東西 不要預計大家都是汽車股 我們要看到的 去一間竹舖 一個是牛肉竹 一個叫吸底竹 你不要說兩個都是同樣味道 價錢都不一樣 價錢都不一樣 吉利汽車 我會看它是什麼呢 吉利汽車始終是一個 真真正正正 是有國家支持的車 而比亞迪 是省企 特別是深圳市支持的車 從它的力度來看 已經可以知道 吉利汽車 它做的東西 是很多的車種 包括傳統的汽車 但是我們在說電動車的話 吉利汽車有沒有這個技術呢 是有的 那為什麼不大力去生產呢 其實我的看法就是 因為現在電動車 究竟是應該怎樣的型號 怎樣的配置 要多少的續航力 電池應該怎樣 完全未定的 所以當完全未定 你定條生產線的話 是會出現一個問題 你條生產線 本來想著是用這個十年的 即是三年 現在就因為世界環境的轉變 而要掉漏的話 那就產生問題了 吉利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打好的基礎 他還在這條少林寺裡面 還在打木人行 還未能出來 那怎樣打木人行呢 最主要就是第一 他跟Benz很多合作 他也收購了很多世界上的汽車品牌 包括蓮花 包括佛拉利 這些意大利車 都已經被吉利收購了 和吉利和富豪合作 有部分是收購 收購了部分富豪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小車的部分 並沒有做到重型卡車的部分 我想請問 在未來的中國 在運輸需要發達的期間 重型卡車是怎樣呢 需求多不多呢 所以大家想想這件事就會知道 比亞定要做什麼呢 他專長在電池方面 現在他搞有刀片電池等等 而且他主要專注在公共的汽車方面 公共的電動車 買家是靠什麼呢 政府支持 但是我們要明白有一件事 中國現在 是定了電動汽車的電電池 用哪些味道 我們不要以為定電池的規格 是很簡單 例如 中國以前的汽油 就是Octane content 是85至92 即是很低B的東西 你等它去BMW 由於新遠值不夠 BMW會爆肝 是很高的 BMW的新遠值要去95至98 才行 所以在這點裡 汽油都有不同的品樣 同樣電池也是一樣 我們究竟要用電池 用鋁 用菇 用太陽能 用氫氣 亞爺還未定 為什麼這個一定要定 你明白嗎 因為這個電池 將來會在電動車裡面 最大的是消耗物 現在一般的電動車 那個電池是用5年 後有800公斤 5年你就要扔800公斤 廢了 那些電池如果不能夠 回收重用的話 我想請問 我想請問 你對環境污染怎麼樣 阿爺不是不考慮這些事情 所以不要隨便扔電池出來 它能動就行 我亦都因此會看 中國可能在未來幾年 當阿爺將電池定於一尊的話 很多現在中國的電動車廠 很多都關了牌 將會要倒閉 這個是未來 在中國汽車行業出現 新能源汽車裡面會出現的東西 我們又再看 如果你去到很電的 我想請問 去非洲 你怎麼賣 非洲有多少充電裝 是否需要有一個考慮過程 是否要是電和電油的混合車 去那些市場 如果不是的話 你只是在城市走 在公共交通系統走 你能夠賣到多少車 所以在這點裡 大家發展的路向是不同 我至於英國人覺得 吉利現在是烏龜 它是慢慢爛的 它可以行穩致遠 當然 比亞迪一直會改的 因為始終 它變化得很快 至於大家想買吉利和比亞迪 目前 我們現在不要說 十年、二十年之後 規格是怎樣 我們只需要看一件事 它股價現在是怎樣 就知道 因此牽涉資金流向 吉利汽車 去到今天來說 就是沽的人多少少 那五天 就賣的大戶是多少少 因此很簡單 你看得到 之前的東西是這樣 然後這裏 都是有少少資金流出的 因此股價便會收押 因此我路了一路說 等到十七至十九元才賣 到現在這裏也是 十七至十九是甚麼呢 底下這裏就是十九 不小心便落去十七 落去十七是甚麼呢 十七就是中間這個位置 十七 所以我就覺得是十七十九 那比亞迪又將會怎樣呢 比亞迪又將會怎樣呢 比亞迪一路都還有很多資金追捧 你看到 起這個今天的話 大手買入的資金 是多於過往五天的 因此比亞迪便會升 所以他這裏 他今天是出資揚足的 但是我覺得 他去到這裏 已經有一個阻滯了 應該會慢慢打橫行 我會認為他會跌到160 如果是160便是160便是吸納 短期他知不知道他怎樣跌到160 跌穿170便知道 170 170便是哪裏 這裏在日線圖上 保利加通道的下軸是162 中軸是180 我會看你起160 至160至160之間 162之間便在這裏 就是保利加通道 日線圖的下方 下軸的地方 就可以去看看 可否跌到這裏 資金落在這裏 是值得可以考慮的 因為他又會可以再咬上去 有朋友問遠州媒 遠州媒 你看到過往都用了少少大會買賣 今天去到11點 是不見了 大手買賣都沒有了 為何這些情況呢 遠州媒和中國其他煤業 是有些不同的 遠州媒有頗多的 有一樣一部份 是投資於澳洲 最近澳洲只跌到一隻狗 大家便會知道 這個會產生的問題 還有一件事 阿爺 還有澳洲方面 有些東西不太咬遠 對澳洲來的煤 有些是阻滯 因此 遠州媒這裏 暫時我會覺得 是混不太好 我們會看甚麼 你買煤 如果你已經拿著 便不能說 不是的話 你可以有很多 是煤炭股神華 其他等等 都會比較好些 因為 買的話 千萬不要找一隻負類多 包覆多 它最大的包覆就是澳洲 估計方面 周線圖上 看得到是要回下 可能會回到6元的支持 6元支持 周線圖上 布利加通道的中軸 是5.9元 如果是日線圖上 下方支持是6.3元 保利加通道 下方支持是6.3元 就是這樣 也有朋友問 是1171 中國生物製約 看得到 過往的那幾天 大手成交 沽的16% 買的15% 今天沽的還是19% 買的13% 在這點內 還有資金流出 所以你看到 是日出日入 日出日入 今天出少少 去11點鐘 不知道下午會怎樣 在這點內 我又會看一件事 在周線圖上 這個是 終生製約 已經開始 又再試 保利加通道的下續 以前這個位 以前有這個位 再跟著這個位 他目前是起7元 我估計他還有少少的下調 去試回大約可以6.2 應該又有支持 因為之前的位是6.1號2.7 在這裏 開始已經有 似乎是作少少反彈 不過這個反彈 暫時還是沒有什麼力 亦都因此是會再下來 那這裏你說成交多了 對 成交多了 將最弱雞的一批 在這裏 很多朋友不捨得走 裂口一跌之下 大家勤勤青就出貨 勤勤青出貨 你出貨 一定要有人買貨 哪人買你呢 可能在這裏 可能在這裏 已經轉了手 強者轉了手 之後 當然會上去 因此 我會覺得 可以去到這裏 是6.2買 上面 要看多少 到時才可以說 這裏 也有朋友問 是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 中國人壽 是太多朋友 對他有關愛 整天都說18.22 22.24 最不好的就是 今年和舊 今年年初到現在 就去什麼呢 就去 落18 的而且確 在這裏 大手買賣 是少了 大手的沽出 是多了 在這裏 今日 資金流出 是多了 股價 自然有壓力 是在這個 保利加通道的中軸之下 是去到上升 而無力而回落 因此我估計 它應該會落去 大約是 16.5 左右 然後才有 跌了16.5 之後 我又覺得 可以問它好一點 因為始終 中人壽持有很多A股 這個就是 日線圖方面 覺得會下一點點 今天會推介的 就是 金絲稅生物科技 15400 前幾天 也有資金流入頗多 今天 到現在 資金流入 是少了少少 幾好 少了少少 就可以去買 最主要 有一件事 今天 大戶沒有甚麼買東西 有少少沽貨 過往那幾個月 會不會買多一點 始終還是 省仔 對省仔 打多一點 為何會想到 是金絲稅呢 第一 第一 金絲稅 截至到6月30日為止 他們的營業額 是增加了 大致上是36.5% 增加了36.5% 不過 他們的虧損 比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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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了一點 為何會虧損多一點 因為很多科技股 是要發展的 發展 你投資 你投資多了 你自然就會蝕多了 不過有一件事 最重要的是 你的營業額多不多 你的營業額多 遲早有一天 你會賺錢的 這就是這麼簡單的 不要只看著一個 燒錢的銀子 燒錢的是企業 只是燒 沒有營業額回升 在燒錢的企業裏面 第二件事一定是 營業額回升 才再跟著 是可以減少其他的虧損 營業額都不升 即使你吃東西都不多 如何長育呢 所以這是最重要的 還有一點 金絲稅 目前 在資金方面 也算是很厲害 資金方面 去到6月30日 現金拿著 就有7億多 欠人就3千多萬 即使你幾搭水 你幾搭水的話 我就不怕你 又要跟我借錢量水 又說要再搞什麼什麼 因為 對於科技股裏面來說 小投資者最怕的是 你說 我又要開雜資 因此 你銀行的現金搭水的話 當然 我就會看到 你欠的錢是少 你剩下的數量多 即是你可以有發展機會 當你那個營利 因為營業額 又再增加的話 那就可以好些 那金絲稅在現在 是最好12個銷售盤 我會建議 就是12元去吸納的 那12元不到又怎樣 那不做 這個世界 不需要每天都拿著股票 是不是 那如果拿著股票 即是12元可以吸納之後 就要想著 就是11.5元 如果跌穿了 就要止善 那個周線圖 這個就是 日線圖 昨天 介紹一隻是北風的 介紹的時候是7.3元 今早見過8.6元 我會建議目標價是8.5元 理論上已經到了目標價 至於各位 大家有沒有跟到 有沒有去到 又是8.5元 只賺 我不知道 另一件事 可以很簡單的 就是 那它會不會 還會升上去 我不知道 天天看看 它會不會到8.5元 之後再跌下去 我又不知道 因為 大家去看看 我的責任 只是去到 介紹了 有目標價 到價 我的工作 就完了 叫做有個交差 很多謝大家